ABC 加到才 476 件 它的 Retill 加买那个 Club 是 14 件 所以有其中一件是 Ferrari Club 所以他们就把它变成 14 件 然后我们的这个 concept 全部是做 fully furnished 像这个是他的那一个 Facility 咯 像我讲的他 Facility 有非常多 在这边 然后他过后他这边所有的店面都会做到比较 chill 今天我住这边有 Residence 我不用出来吃 我在这边吃 我都可以吃 我只要下来享受吃 喝 或者是我要休闲 聊天 喝咖啡 全部下面都可以有 然后他的游泳池是特别大 很漂亮咯 他就在 Lobby 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游泳池 然后他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东西啦 像这一个就像我讲这边的店面咯 这边的店面全部跑到 3.5 到 3.5 到 5 个 Million 的价钱啦 这样很简单的整个图 我们主要刚刚我们上来的这个必经之路 就一定会经过这个半闪 我要上远点 我一定要经过这里才可以上去 所以这里是很多人必经之路 他们一定会来修签 如果那些人不是堵 或者不是去住冷风 他不会上去的 他只会来半闪 这样半闪 它一眼可以看到完 刚刚我讲的第一栋就是刚刚那一栋咯 就在这边他的顶着了 第二栋这些咯 Joe 38 在我们的后方 还有第三个就是 Swiss Garden 为什么 Airbnb 这样有信心呢 这些三个的 condo Airbnb 都赚钱 都在赚钱 都在赚钱 而且他们一直要拿 一直要拿 简单还是什么 他们现在就算他们的这个 Low Seasons 没有人 但是他们的 Peak Seasons 可以给他们3倍的收入 可以比 Low Seasons 乘以3倍啦 这个是什么 Swiss Garden Swiss Garden 就叫这个 看看那一边 刚才我们看到那边 我讲那个后面那个 OSK的 蛤? OSK? 哪里有? OSK啊? OSK就是? Swiss Garden 哦 OK 那我们就在OSK的旁边啊? 对 我们就在OSK的旁边咯 哦 哦呀呀呀呀 现在这个半商要在哪里? 我们现在处在的地位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就是在这一个下面 这个的下面 我们在这里咯 这里咯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这样看过去 对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咯 所以这边其实公道真的不多 才1栋 2栋 3栋 然后这栋楼上是Hotel 跟这个公道来的 嗯 然后这边有一个Hotel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嘛 嗯 OK 所以它在其多1栋在这边的话呢 这样也是只有4栋 这样Future它越来越来越多 好像对面新天地就会有很多栋 然后它这边进去这条路里面也会还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现在有什么 这些是已经成熟区的店面咯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呢 我们是整个半山最漂亮 而且最高级的公道 嗯 这些全部它不是打高级 它打的是给人家住可以来玩 可以来住到舒服 住到便宜 嗯 所以他们的高级 都是中规中矩啦 也叫Family style啦 但是我们这边会走 Luxury style 这样子我们就跟他们不一样咯 以后我们出场或者出租的对象就不一样 今天你要高级感你就来这里 这样子的意思咯 OK 所以整个半山太已经是算成熟 然后刚当然我们的个边就有一个国际学校了 国际学校在这边 Hilert International School 这边就有一个国际学校在这里的 OK 这样我们这边去我们的Outlet 8分钟 嗯 就是8分钟 这里上去就是那个免税的那个Outlet 然后这个就是去到我们的云顶要需要20分钟 大概是2km啦 我们讲塞车时间 嗯 如果等一下我们不塞车上去15分钟就到了 嗯 这样为什么我们觉得可以投资呢 因为云顶从以前到现在三四千的房间已经是 需要到这样多的房间房源给他们 因为一年呢有30million的这个visitter都一直在来 现在是越来越多 嗯 afterMCO30million变去40个million 因为中国人也来 台湾也来 香港人也来 很多外国人都一直上来 现在主要是中国人一直进来啦 yes 所以它的你可以看它的数据是往上的 人口从来没有下践过 嗯 人口是一直往上的 因为云顶全马 这个时候有下降咧 14年了 14年了 14年下降一点 14年全部都 那你发生什么事 在14年的时间呢 全部都一直去买居住 为什么呢 开始很多new launching project 嗯 然后14年它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简单来讲 在14年的时候 呃他们没有太多的游客过来玩 嗯 他们就有下降咯 可是 overall还是会慢慢又在攀升 还是上回去的 啊 还是上回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讲的价格 第一栋 刚刚那边 对啊 以前买的价格才是619千 等一下啊 我去看一下那个第一栋是怎么样 那边 蛤 这个啊 这个 嗯 什么 那个是2018年买的吗 对 2018年啊 对 2018年 complete 7月 他们卖这个价钱最低价格是619 我明天要挂念我的代码我 哈哈哈哈 你看啦 现在2022年嘛 现在更贵 现在900千到一个million 这个是我2022年测试的数据啊 890千到798千 所以他们是越来越贵的 它不会降价的 对它不会降价 因为云顶的demand是很好的 OK 2019年 938 就是我们后面这一栋 啊 这边你就看不到 在我们后面 2019年建豪 它卖到便宜这个价钱 啊 现在你上网看的价钱 全部是500多千 600多千 啊 全部都是在一起 啊 当然这个是所有 所有hotel 我们看的一碗多少钱啊 啊 一碗多少钱 所以我们这边的Airbnb 它有那个demand在啦 即使这些hotel 这样的价位啊 都是满得完的 在楼上 OK 这一个就是Iron Delayment 最高山的那个主价咯 啊 这些全部我们是拿最低价格来算 现在你上网一check 全部都是过 过800 过1000 的价格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刚才讲 旧安达拉斯的价钱咯 啊 没有580千 最低 啊 旧38 580千 刚刚我讲的是他们买的时候400千 嗯 所以大几乎全部都是在起价的 OK 这样云顶也不用也不用很很了乱 就是云顶只分为三个地方 嗯 第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在这里 这个叫做半山的第一个半山 我们叫根定分脉 嗯 OK 还有就很多以前这个地方还没有大多数去半山去哪里的 叫Goton Jaya 啊我听过了 Goton Jaya 这边是已经超过40年50年的一个地区了 嗯 那边的公路也是大概三四十年了 嗯 所以这边是属于老区 嗯 这边的店面啊要卖啊 可能都要7个明年 嗯 也是旧旧的 啊 那边已经有固定的那个顾客群他们会去消费 嗯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半山 把这边他没有再多的发展 他那边会发展多一个公路跟店 但是他不会再多的发展 这里反而很大量的发展 嗯 因为这边的土地很大 嗯 啊这边的土地还没有这样大 嗯 所以你再上你就直接上到根定海岸了 嗯 所以东西他只有三个地方 就不需要太乱 嗯 圆顶投资的地方 就这三个点 现在目前爆发的点就在我们这里 嗯 根定 本脉 嗯 OK 我这个风这样吹来的很凉啊 很凉 我再给你看的话就是 晚上没有太阳就更冷啊 就会冷啊 更冷 更冷就一定要穿外套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900多方程呢 就是刚刚我讲的Dual Key 今天一个门进来 有两个门 嗯 一个Dual Key是这个你可以出租 这个也可以出租 这个也可以出租两个价钱 为什么这个这么大呢 这个是直接两个 这个是直接一房一厅 这个是一房 OK 啊所以就变成Dual Key OK 但是979呢 他这个租金可以给到我们4千块 嗯 给到我们4千块 所以这个Layout只有Block Air跟Block B 如果 如果不要 不要给 不要 你这个是4千块是 只要给operator去管理 YES 然后他这个operator去做Airbnb YES 赚多少 赚多少 那如果我要更多的话怎么办 你要更多的话 你可以跟他Profit Sharing 哦 跟他Profit Sharing YES 他会拿设计你啦 Seven deal OK明白明白 这样这一个是他整个的Layout plan 这个是小间的 这个是Local可以买到的 嗯 Local可以买 就是因为它473块小间的 Studio 然后我们的特别是所有都有bargany 嗯 bargany很大 等下直接给你看示范单位 上面有示范单位 是是是 因为因为这边Gentyn有bargany很重要 有bargany很重要 因为它的风 我们就是要Android这个风 你一开窗大致上 你是完全Fuel到了 不用他人去 对对对对对对 很大啊 它的它的包含力是可以做四个人 四个人这样子的 嗯 所以非常大 所以它整个计划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整个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讲的班杀 嗯 很多人特空都会上来 不需要上到原顶 是是是 好 诶 这边的重点是有什么发展啊 为什么要买这边 这里的重点发展啊 呃 以往以前都是往上山发展 现在都是往半山发展 半山这边的发展呢 以后Stallium都会在这里 在哪里啊 在前面方 你看到有一个大大个的那个 那个 工具在那边吗 嗯哼 那边呢 现在在起着一个叫新天地的项目 对 它那边不只是起项目 它们过后呢 它们会做了有很多的Stallium 跟一些店面 跟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一些 那个生态圈会把它带进来 什么叫新天地啊 新天地是一个项目的名字 新项目的名字 整个project叫新天地啊 对 整个project叫新天地 新天地要打造什么 打造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圈在那边 哦 就是以后你的店面啊 你要吃东西 或者是看医生啊 或者是什么 它那边都会有 你说什么Stallium 每次建在那边 这边会建一个Stallium 就像现在很多明星 我们都是去Puket Jadual的Stallium 这以后明星来的话 就会来这里做演唱会 如果来这边开演唱会的话 那这边的Airbnb不是爆版 肯定爆款 肯定爆款 所以我讲现在是最好入手的时机 因为接下来这边会发展之外 后面也会发展 后面发展什么 后面会发展很多Semi-D Bungro 还有Shoplot 还有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 在这边 那个是Shoplot 那个Shoplot来去 Kings Park Kings Park那边呢 会比较多是 还要邀请一些名牌 进来 像Haro Cafe啊 他们会在那边见 他们进去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那边还会有一个新的 那个游乐园 会在下面 那游乐园呢 是Monopoly的游乐园 那以后这边就可以住了 不只是 生活 不只是 生活的 那个 新建计要打造成生活的一个社区 这样子 对对对 那Pavellian要怎么进来呢 Pavellian 就更好的时机 全部的已经有了 它就在起 就把所有的价值拉更高 所以Pavellian的价值 它卖的方法就更贵 Pavellian要6年后才进来是吗 Pavellian其实是在布局这 他就希望会正式进行 哦 到时候这边起到七七八八了 他才进来 对对对 那再把那个价钱再推高 对对对 所以现在是入场的最佳时机哦 我很喜欢那个风这样吹 再凉一点就更好 那个太阳 不要这么晒 最重要的是Haro Cafe 全部后面会进来 这是什么名牌的 刚刚Pavellian所做的 Haro Cafe 那种游乐场 游乐园全面会在后面那一区 有钱人以后都住那边了 以前我的想法就是说 来这边就是来赌钱 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玩那个游乐场了 也没有什么好做的 这边变成是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可以逛街吃东西购物的地方 生活化的一个地方的话 那就很不一样了 而且这边跟山下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边很凉 yes 而且整个马来西亚最两个地方就这里 那逃难就来这边逃难 夏天的时候逃到这边来 每个人量马来西亚人就会想到 金马轮或者是云顶 对对对 金马轮是没有这样子的城市化的 金马轮是农业化的 对 所以那边是随秀仙吹风吃草莓 这里呢就是把城市搬来云顶 要把城市搬来云顶了 刚才在上山的时候也不会说很危险 那个路都建得好好的 建得很危险 不会说突然间突崩吧 我们未来呢 它会变成是一条一路的路 一路上一路下 一路下 现在是两路 现在我们从这边开车下去 山下要多少时间 我们去山下 其实半山下才需要一个30分钟 所以我们要下山要半个小时 对 如果上山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15分钟 还有15分钟 嗯 7KL45分钟都可以到了 不过如果到时候 他把这些城市的东西都搬来这边 我们也不要到山下去办货了 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是拿来做退休屋啊 Holiday House啊 或者是拿来做自己孩子的一些产业的 嗯 看一下这边 凉凉的 那很干净 那大道也是很干净 那50多间 对不对 那有50间shoplot 有马来人的餐馆 啊 也有华人的 也有什么supermark的 啊 哇 哇 那个风这样吹好凉啊 你看那个风 吹吹吹吹吹吹 哇 这有两种的地方吼 整个人就会心旷生意的 感觉很不一样的 在这里 没事干你坐在那个cafe那边 看电脑刷手机多爽 设计师本身是一个有名的设计师 然后他是有根据风俗的 他这样子的设计其实是像那个元宝这样子 哪里有元宝 他会变成一粒元宝这样 好像元宝的bow这样子 所以那个风会从那边进来 他这里会吸收所有的那个 风从哪里进来 从这边追过来 从这边追过来 对 我发现到这边你的风很大了 我的毛子起来了 我的jacket 我放在车上 所以这个设计是有根据风水来进的 所以如果是在Block B 他讲了Block B的话会比较好 因为风水会比较好一点 真的有风 对 刚才我们在哪个地方都没有风 这里会比较大 什么一回事 好像真的是风水宝地吗 这个最空虚还是有机的 现在我们来到Godong Jaya 就是比较在上面一点的 旧区 旧区啊 这边的屋子好像更老 最老就更贵 700万 你们 没有人要放 没有人要放 这里的店铺全部是超过15年以上的 然后如果是单独Gradford 可能一楼这样子卖的话 他们是卖5到6个美元以上 好疯了 以前 以前买的时候不能够多少钱 以前买的时候 百多万 以前 跟以前 100千都百多万 15年前买的时候都送了 超过 超过 所以年轻时打个底 呵呵 哇 这边是做什么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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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渡 普渡对 7月嘛 那里面这边是中国人的一个Camp 的那个 去风吃东西吃中国菜的地方 阿卡城 肥肥 肥肥 肥肥屑 呀呀呀 上次有一个 他退下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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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刚开启的 他走到没有 很贵哦 他跟我讲说很贵 我听到 真的好贵哦 第一次很贵 二次他 请那些去 我怎么还没有打 要很久了 炒到没有踢 对 而且他是在山 山牙的隔壁 所以 危险 这个要考量啦 安全啦 山牙的隔壁 你是说可能会山崩地裂吗 哈哈哈哈 因为Tropicana之前是发生多一些事情 哦 Tropicana 嗯 所以这个是Tropicana Project 对 可以看到他到现在 海色一片隔壁 这边都还有间店铺啊 好像不多哦 看起来也放眼望去 好像二十间 是就一盘 或者是一盘三十 来到这边有点伤感 是不是这首歌弄得很伤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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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阿拉麥 别再认真 忘了我的人 所以我一次听他们讲说 很多人都喜欢开车上来这边吃东西 原来这边有这么多的餐馆啊 对的 他们主要上来是 他们说这边的食物其实不好吃耶 他们只是上来吹风而已 你要看哪一个厂 来这边 来这边 谈天哪里都很好哦 免费的Aircon 还有山景 这个里面 很危险的激活着车 这里里面以前是 Cable Car的那个 location Cable Car已经搬去Premium Outlet Cable Car搬去Premium Outlet 对 Cable Car Cable Car